所以啊 踏步驚乎在 賀米冠卸菜 用白色變重的意志 唱黑暗邊對來 五湯收藏花 賺水深的湯 所以雖然能量到一百多 但是其實 對我們的影響 實在是百年之後 我新來跟他做一個對談 有幾位想要跟特別討論 第一個是 委長特區剛才一直強調說 開放政府 公民參與 事實上在臨選局長 i-vote 構想 所以我在想說 作為政務委員會不管是市長 給民意代表 全民主 給民意代表 政務委員會 但是我想到說 我們不管是在 一百萬的提案 或是政府的一些政策 其實就是由上文下 常常很多提案是 行政部門提案 很多黨同會提案 或者是助理自己想到什麼 有什麼案子 但你不可能用 參考i-vote 來用一種i-policy 的一個構想 這個構想可能還不是那麼成熟 所以想救教育可以 比如說 未來 我們照顧合照 是 對朝主席上 去 請 所有的 民眾 來決定 什麼是他們最想要推動的答案 什麼是他們最想要政府制定的政策 他可能是需要法律的宣傳案 他可能只是政府的行政命令 但是這些優先的法案法規和命令 或是人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由我們來做真正的一個提議代表 來做一個推動 來揮集這樣的提議 那甚至於哪些政策應該被否決 其實也透過議員來做這樣的提案 發展到幾次 所以說未來 我們在任何的表決 不應該是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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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應該 在網路上 聽從 真正的理念 我想這個跟 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在推動 這個 罷免 以及 公投 門檻的 一個門檻的降音 希望這個能夠完全的理由 是有異曲的模樣之一 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樣的一個 ipolish 的一個推廣 未來 我可以真的做一個 民意代表 是真的以民意為一歸 來替他們執行他們的意思 否則現在很多代議士 虛從黨意 或者虛從無定意 即使 都已經不是一個好的代議士 都已經是原理性的代表 那這個是我的出貨特效 想要做這部分 我就教育 可以 再來傳譯 投票之後 再來四年 你叫政府無關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我的設計是這樣 自然從選舉前 我們就已經開始有公民咖啡館 現在已經陸續在推 其實我們現在 不到九十天 已經不開始辦公民咖啡館 公民咖啡館 有時候就是說 比方說社會局也說 那前幾天主權的什麼男性的 怎麼看公民咖啡館 或是他 他比方說他 他選一些有重要的題目 或是說 分兩種 一種是說 先不設定 請大家提出 你認為重要的題目 就叫一些人 來 大家來嚇 你覺得哪些東西 台北是認為重要的題目 又可以找出題目 另外其中的也是說 已經有題目 請大家來找答案 目前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叫公民咖啡館 這個業務現在是移到聯咖啡 將來這個 公民參與委會成立以後 要在公民參與委會 裡下去進行 所以將來我們會常常辦公民咖啡館 叫大家來 去咖啡 聊天討論一下 台北市有哪些重要的問題 這些重要的問題有哪些答案 這是第一步 另外一個是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在做iFolute的作業 一開始,如何在網路投票 一開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生物證字號去登記 要是用生物證字號去登記 很容易用電腦器,沒製造生物證字號 丟臉部隊投票 後來他們想出一個辦公 用悠遊卡去對應生物證字號 因為悠遊卡上面的編號是唯一的 生物證字號也是唯一,把它連結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是可以用悠遊卡的號碼踢進去 跳出你的生物證字號,進去投票 要這樣做,你問我用悠遊卡,我有兩個好處 第一,趁機推銷悠遊卡 第二,用它兩百塊 意思就是說,就算你要買票的話 要提高那個門檻 提高那個門檻 所以我們大概到再過幾個月 臺北市就開始辦公投 那個公投為什麼很厲害 比方說呢 因為我們的生物證字號裡面 都有那個戶籍號碼 戶籍結束子 所以以後我們在投票會不會被說 欸,我要投那個螺絲幅度上面的問題 只有,啊那個因為喔 你沒有,因為你那個 螺絲幅度踢到這個 那個 生物證字號的時候 我跟那個內政庫 你知道喔 被連結 所以他可以檢查喔 你這個,這個生物證字號的附近是不是在投資的地方 所以你是在投資幅度上面的人嗎? 投票是有價 以外的投票是有價 所以只要喔,生物證字號喔 跟那個內政庫的資料 兩個資料庫喔 變成連結的資料 這個內政庫是說出貨上的投資 所以以後我們那個 臺北市辦公投 可以很精準的公投 比方說只有哪一個你可以投 或什麼那個可以投到那麼精準 那所以大概喔 在半年以後喔 臺北市會常常會辦 各式各樣的 精準的公投 小題目 不是讓全市的公投 叫分區的公投 可以開始辦 那我認為啦 那你動的那個IPA的程度 其實在用FlyUV 你看有一個網站在用FlyUV 你第一個網站的建議 要請大家來投資 這個FlyUV 那其實你用你第一個建議 請大家來跟你Support 如果按讚數會超過 每萬多幾萬 那就送進那個市民會 或送進那個市政府去 就做得到 所以我倒覺得是網路的出現 網路的出現 是直接理論變成可能 那我也覺得喔 既然在其他國家做得到 應該 臺北市還是不是做得到 所以你跑去那邊看 透過IPA 被很精確的投票 透過類似像 我們來跟你們按讚 如果大家跟你們說 這公證很重要 超過一萬人或超過兩萬人 然後我們要送進 貿易書要開始準備 開始準備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那些東西 使用現在的網路都不能造成 那臺北市政府大概還有 我現在估計大概還要六個月 可以整個投票 所以開始 把你希望的那些開始上線 謝謝幹事長 另外喔 比較有趣的是 在我們的科評選方 造成 然後當選的 就所謂的科評模式 那我前幾天也在報紙上 看到說 民黨要用科評模式 要在很多當所謂的監貿選區 要來推候選人 包括在三場 有張作文委員 要來 也來訪問我 我說 如果講科評模式 強調是在野大聯盟 那你怎麼會是 現在中央執政 一把用多數的國民黨 要用科評模式 那你這個在野是要反對 蠻久的還是要蠻強的 蠻強的 我想是這樣子 這時候我要聽到 我會覺得有點吐血 還要反應 對 所以 認為這個是 所謂的科評模式 不過 如果 在年底的選舉 倒是很多人 希望才能用科評模式 包括我們在場的辦公室 然後 其實我們要黨媒有一些討論 甚至於有個會很具體的建議說 像台北市其實有八個議員選區 民進黨其實只有要自己的人在當選 其他都是我們的建議民群 那西北市其實也有這麼個議區 那這些議員來講 大概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可能選得上 甚至有人就建議說 那是否參與一樣的模式 就像當部的台市 或當 對其他小組的 招集人 或者是用兩階段的 立黨員的後面 來跟這個 啊 補黨級 或其他黨級的 來 民調 或者是直接立黨 只有這樣子 其實才有可能去達成